又發生醫院急診室暴力事件 張姓中年男子上週六深夜酒醉入島 被救護車送往淡水馬街醫院救治 不料呢 他在急診室的病床上 竟然打傷醫生跟護理師 警方將他逮捕到案 以傷害罪嫌就辦 又發生醫院急診室暴力事件 55歲的張姓中年男子 七號深夜酒醉入島 被救護車送往淡水馬街醫院救治 不料他在急診室的病床上 情緒激動 出手動腳 打傷醫生及護理師 醫護人員一擁而上才將他制服 警方十三號將他逮捕到案 他對犯下惡行深感抱歉 警方調查張姓男子失業 又謀直不易 不被家人接受 借酒消愁 當天想尋短不成 酒醉入島被送往急診室 才會犯下這起急診室暴力事件 已經將張姓犯嫌代案 依法言語就辦 另外警方也針對 轄內的醫院處所 加強安全維護 由於案發時 警方未強制將張姓男子 帶回征訊 張蘭隔天自行離院 事件經媒體報導 才在案發一週後 將人逮捕到案 是否有行政疏失 警方強調會進行了解 雖然被歐傷的醫師選擇原諒 但是護理師堅持提告 警方偵訊後 全案醫傷害罪就辦 淡隨馬街醫院譴責急診室暴力 表示尊重同仁提告權益 目前全案交由司法處理 記者陳嘉欣 蔣榮翔 新北市報導